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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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电话声音响起 银美变了脸色 急忙将包里的东西全部都倒在桌子上 拿起手机接电话 志豪看着他若有所思 银美苦苦哀求电话那头的前男友 他大声地诉说自己的爱意 银美离不开电话那头的男人 但是那个男人却一直拒绝银美 终于银美的前男友同意来看他最后一面 志豪在一旁看着两个人说话 前男友的脾气很不好 他的情绪慢慢激动起来 甚至对银美动了手 即使这样 银美还是离不开前男友 志豪心里想要保护这个女人 后来过了几天 一天夜里 志豪突然接到银美的电话 在这个雨夜 他连忙出门把被淋湿了一身水的银美 接了回来 银美全身无力 他再次遭到了前男友的拒绝 他没有力气回自己家了 想起唯一有好感的人 他给志豪打了电话 在这个雨夜 志豪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欲望 他占有了银美 银美也没有反抗 他觉得这样说不定就是一个 忘记前男友的好办法 在之后的日子里 志豪陷得越来越深 银美还却像以前一样 时不时的被前男友的电话召唤走 志豪的回响 被一阵关门声给打断了 已经是晚上了 银美工作回来了 他趴在床上 志豪贴心的为他按摩 直到银美饿了 志豪还特意下厨 为他做饭 银美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说着 我想你了 志豪听了十分的心动 他想银美一直对他说这句话 饭后 他们一起出去散步 志豪走在马路这边 银美则走在另一边 走到没人的地方时 银美还撩起自己的衣服 奖励志豪看自己的胸部 志豪看着马路对面的女人 喃喃道 我会永远不让你走 他们走着走着 路过了一家面包店 银美走了进去 志豪在外边等他 他看到里面的面包师 在挑逗银美 那个男人手上沾上了奶油 让银美瞬息 银美看了一眼窗外 便照做了 他也因此拿到了面包师 免费送给的蛋糕 接着他们回了家 今晚银美似乎特别的兴奋 他一回到家就把音乐打开 从收音机里 穿出一段欢快的声音 银美一边疯狂的 舞动自己的身体 一边拉着志豪也跳舞 志豪十分的沉闷 无论银美怎么鼓励他 他都只是看到眼前这个女人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银美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又是前男友打来的电话 银美小心翼翼的跟对方说话 当他听到对方让自己去找他时 开心的要跳了起来 他急忙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志豪坐在一边 银美的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男人的声音 他却不能回答 银美出门后 志豪就贪坐在沙发上 一直到黄昏的时候 银美回来了 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开心 他回来之后就躺在志豪的腿上 志豪想发火 但是他嘶喊却发不出声音 志豪猙獰的面目好像一只狮子 这一切银美都没有看到 当志豪听见银美说 自己冷的时候 又恢复了自己平时平静的表情 温柔地抱着他 志豪太过于压抑了 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埋在心里 在这段感情中 他一直都是沉默的那个人 第二天银美结束工作后 为志豪带来了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在白天工作时 银美的身上被涂上了涂鸦 他把这些涂鸦叫做零食 但是志豪并不喜欢这些 他不喜欢别人在爱的人身上涂画 银美听了他的心思之后 立刻陷入悲伤的情绪之中 冲到浴室把自己洗干净了 他们的同居生活又这样过了几天 又是一天早上 银美要去工作了 志豪哀求让他陪自己一整天 银美虽然答应了 但是还是按时出了门 银美出去的期间 志豪接到了出版社编辑的电话 对方催他交稿子 但是志豪却丝毫没有写作的动力 到了晚上该是银美回来的时间了 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回来 志豪打开家门一看 银美就坐在门外的台阶上 他的脸上身上 还有着被殴打后留下的血痕 当志豪惊恐地问他发生了什么 银美疯了似的冲进了房间 并且大声尖叫 他对志豪大吼大叫 银美嘴里说说的话 全都是刚刚前男友对他说的话 前男友不喜欢银美 他嫌弃银美的随便和主动 银美对于不爱自己的人拼了命去爱 仿佛这个世界就剩他一个男人了 但是却冷落爱自己的志豪 他用这份清高来弥补 在不爱自己的人面前的委屈 志豪看着眼前崩溃的银美 心里悲痛极了 等他安抚好银美睡觉之后 志豪走出了家门 他来到一处红绿灯 对面的马路上站着的 就是银美的前男友 绿灯亮了 一大波人群穿过马路 志豪走在人群中 打开藏在手中的匕首 就在人群中将匕首 插进了前男友的身体里 没有人注意到志豪 志豪就这样禁止走回了家 回到家后 志豪决定带着银美出去旅游 他有一辆宽大的房车 内中只置一张大床 人是白色床单被子 他们来到海边 在沙滩上嬉戏打闹 银美说要把最快乐的记忆 放进漂流平地 志豪对着瓶子 全是痛苦 银美带给她的是 无止尽的痛苦和伤害 志豪没有什么反应 银美一边笑着 一边一把夺过瓶子 对着瓶子身影起来 志豪仿佛惊醒了一样 也夺过瓶子 对着瓶子喊一些高潮式的衣语 在这一整天中 他们绝大多数时间 都在房车内的那张大床上 做着运动 到了晚上 志豪还在海边燃放起了烟花 想要这样体悦银美的欢心 今天一整天 他们两个人都很开心 他们相拥而睡 到了第二天 又是被银美的手机铃声惊醒 银美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给银美说 她前男友已经死了的事实 银美不停地追问电话那头 但是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的 伤心欲绝的银美 赤搂着身子走出了房车 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他们又理会这些 静止走向了大海的深处 银美走到一半之后 又掉头走了回来 他又开始沉默了 两个人坐在一起 但是什么都没说 两个沉默的人坐在一起 也不会开心的 于是他们又来到了房车中的床上 他们赤裸着身子 智豪轻轻地吻上了银美的唇 并且抚摸着他的脖子 突然智豪加大了手上的力气 他紧紧掐住银美的脖子 银美没有挣扎 他的脸慢慢地变得通红 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银美就死在了智豪的手中 如果没有这样多的压抑 悲剧不会发生 可是所有的可能最终都成了不可能 信格决定命运 他们一步步地滑向了死亡的深渊 智豪将银美抱回了海边 他深情地看着他 脸上充满了泪水 一切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悲剧 结局只有死 没有任何的悬念 他们都找不到感情的出路 智豪奔着死 智豪这样的男人 此心他地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 他屡屡收留宽容他 银美不爱他 爱另外一个男人 智豪因此屡屡被刺激 刺激到最后他去杀了那个不爱他的男人 再一并杀掉他和自己 此前智豪还爱怜地说 关于爱情 我是皮肤都被剥下来的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篇影片比较沉闷 但是却别有滋味 当我们不爱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意去伤害别人 当我们深爱却得不到的时候 请放开手 这样对大家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我是戴美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还请来 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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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